数十位居民代表 在市议员李庆元的陪同下 控诉知名建商龙山林 除了用虚冠人头的方式 申请都市更新外 还用民事信托手段 又使住户签下不平等条约 龙山林送的146笔同意书 然后不是我亲自盖章的 也不是我亲自签名 跟71笔不一样 为什么你们还要让他 让他这样审核 拆反这么大 表面上很正派 结果是搞这种手段 依照法令 申请都更必须符合 包括土地面积 建物所有权人等四项 十分之一门槛 而龙山林地暗时 已经有76个人头被判有罪 没想到四年过去 都发局不但没驳回 还准备在都省会讨论 如何让业者补证 李庆元痛批 这根本是护航建商 欺压百姓 以后 我不足人数 我送进来的时候 虚怪人头 然后我以以拖待变 我慢慢该去搞 再去把人数凑齐 两个 我没有被告 我就算赚到 伪造文书的这个部分 那在更新审议委员会 其实是做了决议说 这个是涉及民法的 这个失权争议的这个部分 那应该不思虎一 我都是更新审议委员会 审议的这个权责 在议员要求下 都发局同意清查原始名单 如果未达十分之一门槛 就直接驳回申请 希望能尽快还给住户应有的权益 让台北市的都更案 能够顺利进行 凯博大台北说一新闻 游祥亭采访报道 谢谢大家 谢谢观看